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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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对齐却非常执着 追求 我们相亲界有这么一拨人 都是这样 水平应该说的也是可以的 基本上到达了准大石水平 虽然没有得到大石 但是也战胜了很多次大石 对 在这个沙场里面也用得不少很多 但是各种机缘们掌握得不好 可能运气各方面有这个广州的黎德志 有这个河南的姚洪心 刘宗泽 刘宗泽 还有这个湖北武汉的刘宗泽 这三个人可以说是这个业余界的三天客 对 比较典型的 比较突出的 最富盛名的 就是几乎全国大大小的比赛 经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对 当然说还有原来这个张生红 但是张生红呢 自从这个2004年参加《夏奶奶赛》以后 逐步进入专业这个区列了 对对对 那肯定是 所以这个 我们来看棋局啊 这个黎德志第一盘棋对阵卸进 就是第一轮当中的比赛 其实就是离相亲大师一步之遥了 对 水平也很接近了 对 足三进一 足三进一 跑八进四 这个都是比较 比较正常的棋谱啊 对 多箭的 过空炮对阵骑马局 骑马局呢也是抗衡这个过空炮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也成为这个流行的走法 之后三不虎 当然虹黄有出直居的 有轻上的 这个也属于正常下方 对 黑方呢 先补了一个左向 这步棋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根据黑方这个炮的落点 然后来决定用法 对 如果你上个正马 它可能会啪啪兵器 对 就把你压住了 压住了以后 你就容易吃亏 对 这样你封着也没什么太大意思 对 等于它先不动 带劲而动跑 对 看你这个去哪儿 如果你打 它就在正气了 也可以正马也可以编马 也可以编马 是吧 就是你压住它 哦 我记得 我记得 您也是跳马 是吧 我是先炮平三 因为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走 挑正马原来比较多 我是先反击 想从这条线 然后再马上记一 这样跟实在差不多 这个棋呢 现在也成为最流行的这个态局 就是黑方这种走法呢 当时我这个思路就是什么呢 针对这个 就是说的我不消极防御 我想呢 带点反击 给红方呢 也制造一些弱点 对 让它这七路线不干净 那这个棋呢 就是自从 我走完那盘棋以后呢 当时取得效果也比较好 这个编马 然后再凭三楼炮这种走法呢 就开始流行了 对 非常流行 是吧 因为黑方确实呢 这个结构也是不错的 本局它先跳编马 然后它后不效 好 这个棋已经出现了十年 然后它打掉 打掉 谢敬的这个棋艺风格呢 刘静你怎么看呢 谢敬 胡老师的弟子 我觉得也挺灵活的 谢敬 原来的老师是谁知道吗 葛维普吧 葛老师是吗 不是啊 葛维普 孙永征是原来的 孙永征 因为上海就这样 这个容易闹火 这个孙永征呢 这个原来是葛维普 葛维普老师 就是带在学上 这个谢敬呢 是江苏人 是吗 江苏太州人 太州 对对对 后来呢 由于江苏队的 当时人才也比较多 他小的时候呢 在江苏队也训练过 是由这个李国勋李老师带的学生 李老师 对 然后呢 他这个水平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就带学 他掉入了上海队 我看 胡老师收的关门弟子 对 葛维华 相机界的泰斗 这个人物 葛维华老师呢 收的这个关门弟子 对 曾经拍了一个胡思令外传 那里的主角 除了葛维华就是谢敬了 谢敬呢 这个个子也很高 对 一米九 相机界里边的谢敬是第一高 现在是吧 现在就是现役的高手当中 是挺高的 有瘦有高 大概是一米 一米九了点我看 一米九多一点 都不对 一米九都不止 大概一米九三九四 是吧 然后王天一是第二高 王天一呢 个子 一米八八 仅次于这个谢敬 反正他们两个接近 个子也接近 对 其实谢敬早在之前 已经得过特级大师称号了 但是就是离个人赛 冠军还是有一点距离 对 谢敬呢 这个棋风和呢 它是比较稳健性的 比较稳健 而且这个功夫呢 也非常老道 对 他这个棋啊 他下的不像那个小孩 下出来的棋 他从小就非常老练 对 胡老师呢 曾经呢 我也跟胡如涵胡老师呢 这个聊过谢敬 他有一阵呢 也挺着急的 他觉得谢敬的棋太稳了 是吧 就是说走得不够凶 但是我觉得现在挺灵活的 嗯 什么练出来 灵活是 最直很灵活 是吧 因为江苏 上海浙江啊 就那一代这个江南的棋手 他是比较灵秀的 灵气啊 对 他是都很灵活的 加上最灵活的这个棋手 洪华 余又华 对对对对 那都超级灵活 对就是那想法飘逸 对对对 那他走报纸三 然後他拘据平八 他拘移 拘移 这个谢敬呢 就等于这个防御的功夫啊 确实是国内属于说 是吗 反正我看 而且他呢就是说的 不群意冒险 所以呢 大家呢 可能在各个赛当中啊 一直对他啊 就是拿口军啊 没有抱有特别高的这种 提防 就是得分的概率可能 是稍微差一点 但是谢庆在以往的比赛当中 向甲当中在上海队也是第一得分手 因为他每年向甲基本都能赚四五个 而且他很稳定 不输呗 输得少 谢庆就是他很稳定 然后他G8-6 这个黎德志G8-6也没看出什么直接的效果 一般原来前人走过G8-7 就是说我尽管也不能吃 他就马蟹退我 但是对你这个胖走出有点压力 对 先别着 他G8-6这招棋的 意图好像看得不明确 不太明确 G1-平死 我们帮他十六进入 黑方走 他就强行送了 然后他送完以后让红旺的阵型 有点电扭 破坏他 然后再G1-5 来自行反击 这样红旗号的平次调写 见招拆招 然后他又去这一 这个先进啊 就是说他这个下的旗 他这种缠绕的能力 比较有耐心的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回这个下 那好他就把你这个打掉了 好 只要你打过来 你打过来 这个字太多了 他这么一捉 这样炮捉 你只能去对居了 他就再跑 这样你再对 再对他再跑 那现在这个特殊规则呢 就是规定了25回合之内 红方必须变招 现在没到呢 双方都是允许的局面 情况下 这个规则 就是双方这个招法都允许 他对军嘛 他跑嘛 就说双方都是可以走的 但是呢 现在特殊的旗地 为了鼓励双方去进攻 特别是先手 对对对对 他不愿意让你先手 他不让你合 所以这个骑 他有这个丢炮的这个危险 所以他必须要 这个飞向 小三级五 对 飞向呢 他就将来有这个 再对居 你就跑不了 就逼对了 对 所以他现在在桌都没有用 对 然后呢 黑方呢 这个时候呢 他走的呢 足以移 足以移 他现在稳住阵脚 对 先进了 他骑倒不是这么锐利 是 但是说他 像你一说似的 他很滑 是吧 很狡猾 然后你 你如果太想赢他吧 他的反对力很强 孙永忠也是这风格 不是啊 孙永忠啊 跟先进啊 他们都是上海 对啊 都是上海 对 但是分格不一样 孙永忠是力量大 他这个 他不是很 那种 锐不可挡 他不像王金一 他那个 红柿一旗 士气特别猛那种 对 他是属于啊 这个力量很大 是吗 对 但是呢 他杀人呢 如果他要砍上你了 你就 那就砍不了 对 是 所以 他的那个 刀法呢 比较沉重 嗯 力量比较大 他走的是 炮斯金寺 嗯 就这个棋 炮斯金寺走的也算不错 因为这个棋呢 红柿尽管多兵 但这个位置啊 有点局处 而且鞠有点大 这个炮 这个位置呢 有点尴尬 他老怕他捉他 对 你老不动 他老有危险 他就是对鞠的又不肯 对于鞠吧 对方这个麻也能跳出来 而且你鞠是婉鞠 对 嗯 红柿的炮斯金寺 想谋取这个中足 对方就不是 哎 比较自然 这简单就打了 打掉 嗯 然后他去把这棋 一桌 嗯 就这个棋呢 就是怎么看这个桌呢 他就骚扰红柿这个阵型 对 让你自己别扭 对 怎么弄 就是说如果你鞠平三呢 你家就不用 边兵也被勾着 他最主要就是鞠平三呢 是可以走 嗯 他失去了鞠平对鞠的机会 就是那俩子被搬住了 对 他把你牵制住了 对 然后当然他也可以登了 再炮鞠平 再给你牵上 嗯 那么红柿呢 就说他 他挺为难的 他反正也要泡四平三 他想了半天 他还是平方保住吧 也可以 对 这样他就登了是吧 然后黑方走 马西京 这样就吃了 吃掉 然后接下来呢 黑方走 鞠四吉尼 哎 对 对 黑方经过这几张的交换 还是觉得这儿 要占点便宜 嗯 这个棋呢 盘面上来看呢 就是红柿 散食呢 多了三个兵 但是七兵肯定就丢了 对 这个是死的 多两个兵 那这个边 七兵丢了以后 这边兵呢 也危险 也对 不容易保护 在嘴里 嗯 就说红柿是肯定是多兵 但它不足的地方呢 碗鞠 就是这个居管 马 另外这个炮和马呀 被吊住了 这个它应该交换一下 对 马在前 炮在后 应该是炮沉在后边 对 这个结构有点 比如说这个马要在前面 炮在后边 这个比较舒服了 这个其实在这儿 对 这个炮有根了 就是守住了 对 但是这个棋子就是等于 这个中国人们 你看这个像杰克讲究 这个含蓄 这个炮啊 布局阶段尽可能啊 在后面 在后面沉着 对 在对方呢 威胁着对方 嗯 正所谓弹无虚发 你炮打得如果太早啊 这阵阶容易飘 对 那么针对这个弱马 黑方这个进居以后 红王到底应该怎么去应付呢 嗯 那这期呢 也给大家呢 稍微给大家一点时间呢 对 让大家考虑一下 看您能不能 走得比我们这七手还好 是 稍后呢 我们回来再与大家讲这个局面 该怎么讲 对 我们休息一会儿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这个局面啊 应该怎么走最好呢 对 实战当中呢 红王走的是居五平八 结果这个棋啊 就是明显吃亏了 对 就是认亏了有一点 对 但事后呢 我看到这个局面的时候呢 我觉得红方可能也只能走兵五平 嗯 这个是比较积极的下法 这两个马呢 有个出路 或者将来就往前拱 是吧 过去 如果你吃我 我就 他就连上 我就往中间架 下招兵五平一 如果你炮打过来呢 我兵就拱我去将来能够平开 然后还是往上架 对 给马长一条新的出路 按说是容易想到 但是黎特智可能临场啊 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思路 或者没有想到这儿 他走了一个居五平八 他是不是觉得这个开放兵线 对 他可能是觉得这条线有点固执 其实也没关系 和其想找招对付他也难 对 他居五平八呢 这一走呢 这个棋就等于给了黑方更多的机会 这样黑方就简单吃了 那么本次比赛呢 这个先进最终是以六胜五合的成绩呢 对 获得冠军 获得冠军 他也成为历史上呢 这个第十七位全国个人赛的这个冠军 对 这个全国个人赛呢 就像这个全国大考一样 每年这个 每年考一次 点那个状元 是啊 谁得了这个冠军呢 这个业内人呢 就俗称就是七星鹅状元 对 这个冠军含金量还是比较 而且这个个人赛呢 很多这个老将呢 这个也都参赛 对 这基本上都出来 像这个 这个 各路豪杰呢 基本上 没有其他更热大事情 都会参与这个个人赛 对 所以 很认可 对 等于这几年呢 也是连续出了这个冠军 在女子组的比赛当中呢 这个 来自北京微凯队的唐丹呢 第一名 获得了这个冠军 也是他个人赛以来呢 获得的四连分 对 第四次 不是 第五次 第五次啊 对 唐丹是四连冠了 就是最近四连冠了 连着四次 对 他已经是第五次了 那么目前呢 这个 卫免 男子个人赛的记录的保持者呢 是这个上海队这个谢敬的老师 胡文华 胡老师 他是十四届个人赛冠军 对 十四届 他这个记录很难 有人能够打破 他那个时代啊 当时造进了这么一个 因为这个 像旅新 许云川 赵无荣 他们都四五次 五六次 因为越来越往后嘛 骑手越来进步越快 像那个蒋川啊 王天一啊 孙永珍啊 谢敬啊 他们是最近四年 一人得了一次 对 因为竞争激烈嘛 因为这个 每年个人赛也都是 男子这个 就说的 都有新的冠军出现 这也是好事啊 居四平一 说明这年轻骑手 比较 现在竞争也很激烈 大家水平也很 挺好 我们的看点越来越多 红方这个棋呢 他也看不出什么好奇了 这个棋他就是 不好进攻了 对 他对局呢 感觉这中兵要丢 反正他先走 拱一步再说吧 然后他足以急 足以急 对 然后红方就兵一急 他的思路是想 把这局升起来 然后下部马上进去 看着中兵 好 那谢敬呢 他就把这个族送掉了 这就是他的这个风格 这要是给王天一 或红志下 他局 不忍心啊 他就是不肯 他肯定是非 所以 别给我下我也非 是吧 因为我感觉这个鞭族 是取胸这个砝码 挺大的啊 就这么干板送了 有点真是不甘心 所以谢敬呢 就是说他可能对自己呢 也没有说的 提出那么高的要求 但是你可能看到 他的老城内劲了 对 是吧 但他这一次呢 确实呢 这个就是各种机缘 也下得好 反正这个前赶后挫 就是最后一轮 他还不稳冠军 他最后一轮呢 这个 蒋川是吧 对 蒋川呢 发生机 这个骑走的呢 这个 有点失常 可能心态的问题啊 对 因为蒋川也太想赢 对 结果谢敬呢 最后一轮是战胜了 这个蒋川 但谢敬其实这个 整体表现来看 我觉得第五轮 他赢得这个 赵新西 赵新西 对 他那个后手棋啊 他走得很好 因为那盘棋啊 我们也特别想讲 对 也是挑来拣去的 想讲给大家 但是那盘棋太长了 双方走了200多张 200多回合 对200多回合 那是什么概念 就是400一支六手 我们就干摆都摆不完 那笔围棋啊 这一般的棋都走得长 那个讲不完 赵新小时的时间 但棋也挺精彩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向其很多网站 对 去搜索一下先进这个棋服 就知道他夺冠的这个经过了 嗯 当然那盘棋呢 就是他用非常细意的残局功夫 对 双马 冰子参局 只比赵新多一个兵 最后是生把对方的磨死了 当然这个棋也有一些反复 他本来的优势呢 是很大的 就是应该能锁定胜局 最后是下到一个难局 双马对马双相 就是说赢不赢 说合不合 这就得看耐心 结果最后呢 他的位置做得非常好 是吧 把这个赵新相呢 吃死了 我们大家都去吃晚饭了 吃完晚饭回来 再去看他们这个棋 他们才刚刚下来 所以说那天真挺有耐心 六七个小时 内盘棋也奠定了 他这个冠军的这个路 也不说奠定嘛 就是说是一个有力的环节 他吃这个兵 那红方现在无奈了 就是他只好这个弃这个过滑兵 他把这个弃掉 他把这个锯瓶吃掉 然后红方在炮的兵友 再躲了一个炮 这个陷阱呢 按照应该可以直接打 就给对方开放那个锯 他走得很小心 一打一退 他又一打 这样他退向了 对他退向 然后黑方走出就急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呢 位置不好 但是他子力并不少 所以说黑方想赢呢 也需要挺艰难的 我觉得谢星在这下的 挺有信心 对 是吧 棋手有的时候 这个跟业余棋手 他那个士气 对 感觉他应该下底炮 但是他呢 谢星呢 他可能觉得先看上 对方表现 他走得炮 他可能想多一个马一进二啊 狙击平一这些手 不让他动 实际上走到这儿呢 红方这个最简单的 就是走狙击一 对啊 我当时也看 为什么不走这个呢 如果你对狙 就把你对掉 对掉以后你就很难以用 我这马就会上来了 对啊 如果你不对的 我下不起 我就强硬地把你这个兵吃掉 对啊 这他也不能开上 对 你要是开了 你这个 对不对的 有点偏 那我还有炮酒机家人去打你 就是啊 所以说呢 这个棋的 这个黎德志很可惜 黎德志可能第一排上来啊 可能 也没有完全进入这种状态 对 并且呢 他也觉得 马上就这么委屈求和吧 他可能也觉得 心里还不特别的接受 对 他还想去啊 他可能还想纠缠纠缠 对 纠缠纠缠 特大练不练不 有点热气 他走什么 他马来进巴一蹬 对 他爬三平四 爬三平四 对 然后他爹给一僵 觉得给对方这个尸相啊 嗯 也 也给他打乱了 对 然后他就一捉 嗯 就像这次 对 他可能没有注意后边这些手段 就是先进这里 还有一个炮酒进三闪人了 对 他先一打 对 这样 红帮举不掉 进巴 然后他足足急 这个酒路边足呢 我觉得他可能漏看了 还是 渡河了 对 就是这个足的渡河呢 也不意味着红帮就输 对 是吗 红帮这个棋呢 他实在呢 就是说他选择的有一点呢 就是迟疑 对 就是左右啊 这个想法太多 一会儿去想进攻呢 一会儿又想防守 他这个想法不够坚定 我们在摆棋的时候 说他比较纠结 他这棋 他这棋一个走区二平六 是吧 就是如果你炮酒圈 我就一心一意 给你求核算了 对 你也不好 首先你牵制你 不让你下来 对 因为这个棋呢 就是大紫要换的 必然换炮了 这个棋核瓦很浓 就核的心很大 如果你躲 我正好马上进尾一跳 对 我下个拘捕机 再逼着这个局 对 马跳到这儿来 对推方牵制你会很大 所以他一个走区二平等 他还是想练练 我看他这炮酒机 他想纠缠 对 纠缠就人 一会儿灌这个 拱这个 都有可能 那你纠缠呢 那对方也就不客气了 先进等着这纠缠呢 下底泡 他把你马系住 对 这个棋呢 就说你既然长了 红毛就应该僵 是吧 僵侧一下 只能知识嘛 然后再沾泪 这样下 这样他是不是 你逃泡 我马力气下不出 这样我还需要你 他又退三了吧 你退泡呢 他可以马六进八 对 那等于又白走了 黑棋那会儿 我马八进七啊 你要马一进三 我可以先把橡收回来一下 这样他就往这边 这个棋呢 就是黑风这个拘呢 他只能守到这个地方了 他暂时也不好进攻了 所以说红方呢 这儿好像对抗的机会 对对对 又大了 还可以 就是亏一点有限 你看他又没有去僵 他又没僵 那他走什么呢 我们看他走退居 他想把这炮捉走 如果你抬炮呢 我再抬起来 那黑风肯定不会再白走的 他去七进三 他设定退炮 他想拱这个 就是啊 那这个棋呢 就黑方呢 黑方看得挺清楚 他去七进三 如果你捉 他就对居了 他就对居了 对 就是这个棋呢 就是谢静呢 就是逐步呢 发挥他这种风格了 等于是这个 红方觉得这个 对了居以后呢 这个马危险 所以他走兵武级 黑方走 如果你下足 他就 那他捉死炮了 他走居居瓶酒 然后红方走泡酒家 对 泡酒家 泡酒家呢 你想他过来呢 但是没用 他过不来 他马逆三了 马逆三 跳 对 红方这个时候 他觉得不好走了 他就去 好想 原个想 我过去这会儿 离得这也有点后悔啊 对 还不如刚才踏踏实实的 该怎么走怎么走 别在这乱纠缠 半天什么都没走成 对 等于自己的计划都没实现 谢静呢 就是说的 他呢就是 我觉得这个 他之所以能夺冠 可能跟他的个性 也有关系 可能 应该是 尽管他表面看上去 没有像王天一啊 洪志啊 赵新一啊 那么猛 这么凶悍的戚风 比他们明显的 这个杀伤力强 但是呢 他是这个 这个戚风格的 另外这种的 不能说极致吧 但是也是 登到了很高的 这种高度 他必定征战杀场 也这么多年 碰了这么多高手 这个戚风格比较老练 而且他不轻易出奇 对 他不轻易出奇 也就意味着的 他呢 就比较稳定 有很多的机会 对 你看他这种功夫的奇 他也走得很好 对啊 他炮的瓶漆一晃 这块晃得真不错 后来看实战 叫门宫 红王只能去防一招 然后他又边上 又晃一下 又给僵 对给僵 你现在如果落势呢 他一杀了 也有什么打中式 这些手段 就是啊 反正红王总感觉 看不清楚 这个天津炮厉害 他又阳的像 一阳像 然后他这炮又到边了 又阳的像 他等于这个 你不走 他教你 你也挺难受 像这个飘骨不定的剑法一样 这炮换得不错 运得很好 这儿呢 等于洪方呢 这个整个阵型又松散了 是 这个黎德智呢 可能这个确实呢 在对抗这些好手的时候呢 他这个用的这些策略还不太对 对 所以 这个旗要是走的话 要么你就进攻 要么你就老老实求和 对 给了黑方这么好的机会呢 这个黑方呢 马上呢就抓住了 对 可能这个 黑边像 业余高手跟这个顶尖高手差的 就差这么 这么点距离 但是这距离也很难追上去啊 得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模拟 他一捉 他逃马 他跑一推 又越打下 你看这个步数 他凑得很巧 他本来想对紫尖 他就是对不到 如果轮到洪方的 老实差那么一口 把他马对了 就是 能捉死这个 老实差那么一口气 老被人揪着 对 这骑下的 现在不能捉 捉他也胆大 就感觉丢相又吃亏 对啊 你也不能吃 就将吃居饿 所以说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呢 逐步呢 进入佳境 对 回向 只要一跳啊 黑方马三尖一蹬 对 这样他只有先逃跑 对 过江 不是 十四尖一 现在又打中兵呢 这个中兵打了也非常厉害 对啊 真的不能容忍 顽强一点呢 马就向有近期的 怕他马上运三 就这边 所以说这个棋呢 整体来看 别晃死了一下 走到这儿呢 就是由于洪方的阵型啊 过于松散 对 黑方这个子力啊 都处在这个 有力的进攻位置 所以说黑方这个胜局呢 已经逐步呢 比较明 已经看见了 这样 斜径开始认真地算了 估计就算起了 他马上起 起 反正第一盘棋呢 可能这个 小黎呢 也没有完全进入状态 对 不过第一盘棋 斜径能这么冷静地 把足气了 踏踏实实的 说真是也是 有老成的那一面了啊 虽然 年龄不大 本来出相也是很厉害的啊 实际上他走 橘子平三 橘子平三 他也过瘾了 因为现在下部棋要 对 因为最转是 红级来不及 居二平一了 这都全都来不及了 他很无奈 把这个二路线让开了 那么黑方 小马被捉死了 就在平方一捉 这个棋呢 就是后边确实 红方很无奈了 对 就是红方就中间 那有几个机会 就是那纠结 纠结的没纠结好 一个是居二平一捉 一个是炮一平五江 当然最早还一个 居二级捉这个编族 对对对对 他有这个三个明显的机会 他都没有掌握住 对但凡有一个果断一点 可能都不会这么难受 吃了一吃 这样不行了 这样他一炸菊是吧 他一僵 他一僵 他一出帅 他直接回马也行 但先进呢 这没关系 走得把牢一点 一僵一支是 他再回马 下部期准备 得子冠死 这个死菊 这样红旗一到这 就退子认付了 因为你要再平 他这个菊就可以再僵了 这边也有僵 总之呢 红旺这个棋已经是兵败如山脑了 对 那么最终呢 这个谢静获得了本局比赛的胜利 2013呢 这个个人赛呢 他也获得了这个冠军 对 电电力很好的基础 这次比赛呢 整个节奏还是非常好 这特别比赛打拼非常贺 由这个主办方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这个爱乐酒店呢 这个赌代冠军赞助的比赛 也是受到了 洗手们的一致好评 是吧 2013个人赛呢 已经降下了大幕 最终呢 谢静呢 下到了最后 获得了冠军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朋友们再见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